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的 破掉就是第三种形态 好 那一般我们要处理之前 还是要问她的整个症状 你这样多久了 一年 一年都有吧 从开始觉得硬快 那我一直不理她 是因为我小姑跟我婆婆都是乳癌 然后切除之后还在复发走的 你小姑 我小姑跟我婆婆 跟你婆婆都是乳癌切完走的 对 再复发 然后整个全身都是这样 就慢慢复发这样 所以你不愿意走他们的 对 我就一直都 那我也都没让孩子知道 我觉得我是好像经过什么有堵塞 我是自己感觉这样 所以我就自己按摩 然后又要找我朋友 跟我介绍原始点 那我就开始看影片 那我就 我也开始找痛点 但是我自己找不到痛点 那一直到8月4号 到8月4号 我开始觉得我有留祖之意了 所以我才找到Pix他们 我就开始担心了 因为我看到 我在8月4号之前 留祖之意之后 我开始又一直找 找生理的影片 然后就一直开始看 才看到爆破的那个 我自己都吓得很大一跳 其实我看过很多另外 你别以为割了它不会再长 它还会长 所以 接下来就是一个破坏的 化疗 化疗 那甚至电咬 那整个身体都会 我告诉各位 如果爆掉以西医这样的检查 一般以我的理解 他们一定说它是乌癌第四期 也就是癌梦 只要爆掉就是这样 那西医又会检查说 它有没有转移什么 那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那处理它最重要的是 我们处理癌是要保密 其实不是它就是解决癌 那保密最重要是看体力 所以简单的简 我们要先问它 到底有什么生命危险 所以我先问你 你现在体力还好吗 还好 它在工作 你看它现在还能工作 因为它没有破坏 其实它只要一破坏 体力变差了 在原始点的理论上就是恶化了 那这个就有生命危险 那它现在还有体力 不会有危险 即便它爆掉 或是看到很大 那个都不用担心 但最重要是看体力 譬如你妈妈就是体力很老 所以我认为它不会化 它即便也是有这种突出来 也快爆掉 西医也说第四期 但是它体力好就没有事 那同样你也体力应该还不错 还可以从水上到这里来 那体力感觉都没有什么 很特别平均 不是加一到水上 水上是到这里来 那你感觉平常的体力都还好 OK吗 都还好 但你确实已经到第三类型 第三类型就是比较重 但是你现在如果体力都还好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认为没有生命危险 也就是应该还是轻重症 我不会一下子 因为但是你们要看喔 如果爆掉很大的话 不要发疑就是直接中病 但是它一点点 我等一下我现在开始 帮你诊断好不好 先帮你摸 哇 蛮大的喔 不是只有这里喔 大家看 你看 这里都硬的 对啊 也就是不要看它这样 它面积其实蛮大的 哇 那这么大 我会把它提醒还是重病 就是以重病处理 但是只是它体力没有 到什么险相命危而已 但应该要处理 因为它那个已经蛮大的 大家有看到 所以这个蛮准的啦 你一摸你就可以 这个不要在旁边这样一直找 这样直接这样找 就知道根部在哪里 所以它应该是已经 算是第三类型 那也算重病 所以你要锻炼体力 我先跟你讲喔 虽然很大 对 但你不要担心 因为你体力好 不会出事 但你已经在留组织衣 会消耗体力 所以要懂得补充热炎 开始锻炼体力 那不能工作太体健 你那个组织衣都会流 所以应该已经 反而是要开始 对对对 那个面积真的是还蛮大 那处理这些 像刚刚它面积大 就可以用我的手法 也可以就是 我先示范啦 那个涂胶的你就是这样涂了 一手顶过来 一手这样的 大头一点 就是这样 它直接就是整个贴住 从根部 这里痛不痛 这样都还不痛 这样呢 有一点点 因为这里很难贴 它这样跑动 所以有时候 你们看不行 就是用模子 就是大概就这几个手法 这里有一点点痛 对对 这里痛吗 有时候感觉 有 那这个就是痛点了 这样 还好 不算痛 对 那这样就确定 嗯 这里 这里就痛了 对 我不相信你会没有痛点 一般那么大 那这个就是你的问题 嗯 嗯 这里会了 这里也会 对 所以 你们可以确定了 如果这样红色的 不是去按红色的 记得 是红色的根部下面 那个抓的 这里很痛 它很痛 你看 开始要流血液了 有没有 它痛循环就会变好 组织一开始流了 这里就没有那么痛是吗 对 就是这里最痛 对 你是下面真的最痛 嗯 你即便这里有 也是比较轻微 没有 这里都不会 不会 对 这里呢 这里还好 还好 那真的你是下面最严重 肉多 用我们的整个贴住 这样效果比较好 嗯 如果肉少你可以这样指腹 记得 看情形 会变化 伤口不要涂 让它保持干爽透气就可以了 它这个要用吹风机吹 要吹风机吹 有 我有拿一支 我有拿一支那个有红外线 也可以 因为它是浅沉的 那现在 这样处理 它肿瘤会慢慢闭小 嗯 好 然后硬的地方会慢慢变软 好 现在会处理肿瘤的 只有原始点 我跟你讲 全世界 那你如果割了 这些痛点都还在 它还会长出来 它将来这样按 它有 有时候伤口会突然间爆开 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你这个东西 然后已经颜色变 我已经确定里面有 化容组织 什么血液都交结在一起 然后加上寒它就变成硬化 那你一定要推松的 然后这些组织液才会化掉 才会一直跑出来 它跑出来之后 肿瘤就会消下去 那张医师 它会不会像你那个 影片里面那个 它会整个好像开花那样 不一定 它爆破的每个人都不一定 你比如这里把它弄松了 然后这里只是一个管道 为什么它会破掉 就是它找一 身体也会找一个管道 让那个管道 把里面的脏东西流出来就好 那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管道 它会整个越爆越多 因为身体它压力越来越大 它不知道会要爆哪里 那我们尽量让它 从一个小洞口出来 不要让它等到面积很大 然后乱爆的时候 一下子面积很大 很难收拾 那时候就是重病 因为它面积大 修护体上要消耗更多热 那这个时候就更难处理 所以现在我认为还不难处理 现在不难处理 但要很用心处理 如果它组织液流到旁边 要把它擦 将它清洗可以 但不是特别重要 重点干爽透气 就这样 它不要包扎起来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组织液 融什么样种种血液 如果你把它包扎起来 它就会越来越难 难在里面 你们就这样处理 不会有事 谢谢 如果处理的大理 它可以活很久 你不要担心 但真的不要破坏 如果没有体力 西医一搞 它就没有体力 那真的就救我们 这一个患者 它已经 也是癌末了 但是 以原始点来看 西医虽然说是癌末 乳癌第四期 但是以原始点来看 它体力还不错 那我 因为它已经到第三类型 我还是把它归类于重病 但是重病里面 我们原始点又有分 一般的重病 比如容易四岁 体力稍微差 那个都是重病 那如果有危险 就是体力越来越差 那甚至症状还在恶化 那这个就是有危险的 显向一现 那到了更危急的 有时候甚至胸闷呼吸困难 喘 走路都会喘 然后全身无力 那个都是已经到命违 那如果以这样来看 这个患者以原始点来看 虽属重病 但我认为是一般的重病 因为它体力还不错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先温敷一下 然后局部再涂姜粉里 也就是来的时候先红豆袋 让它温敷一下 然后再来局部加强 这样就可以 那如果很虚 当然就前胸后背都要涂 那局部的按法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看面积 然后以患者能承受 记得只要有症状 必然再患处 一定可以找到痛点 也就是一定有体伤 那从体伤下手 把体伤按开 然后顺便让热源进去 那硬结肿块就会变软 然后肿瘤甚至会变小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